這顆球 哇 結果被打穿了 厲害喔 不過在兩好球之後的這一顆變化球頭的位置 確實是比較甜一點 台南只差球 掉下來正好在腰帶附近 要再有效果的話應該要 必須要壓到這種幾乎快要挖地瓜的球 不過也有看到布雷克在被擊出之後 這球還是打了中間方向也是一隻安打 哇 郭元文這兩天打了五隻安打了 而且都打在中外野方向居多 不過這兩個打息布雷克都把球投在田的位置 這個比數領先的時候登場機會比較高 哇 這一棒被張宏明打成了安打啦 原本在臉上的跑者被擋住啊 被擋住啊 被擋住啊 這個回甩球 喔 還好布雷克有在後面補位 不過這一次 這已經是這個半局了 龍隊的第三隻安打 連續的第三隻安打了 來看一下相對位置啊 應該是這個吉利吉拉本身的速度的關係喔 被擋下來 那場比賽被完封 今天前面三局也沒有得分啊 但是有得分的機會了 哇 這個球 這個球 這個球在全打牆前被接殺 但三壘上的吉利招滾 是要回到粉壘來攻下分數啊 也是一個蠻重要的接殺喔 這個深遠幾乎在牆前的飛球喔 對外野手來說 可以看到邱志誠 其實退得相當遠的一個距離 有一定的難度喔 加上現場的風勢 其實是有的喔 最後有掌握住要到了這個第二個出局數 萬一說這個球如果